不同于传统古董店的凌乱 不公开价格的经营形态 在早期韩社古董公司 就导入了百货公司的经营概念 不但价钱标示清楚 也重视橙色和灯光 除了周年庆和特卖会 还会不定期举办活动 王敬前说 这些都是当时奠定韩社的重要基础 在过去 韩社透过这些不同于以往的策略手法 颠覆所有古董店的形式 也借此带动了一股收藏风气 当我们要做艺术收藏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训练是自己的眼力 所以鉴赏力该怎么样养成呢 或者是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一些资源 可以让自己提升 好 如果谈鉴赏力 说的这个东西 必须怎么要靠行动 不是只是靠书本的 我常常开玩笑就是 在艺术品的世界里 常常学术很会说 很会读书 很会引经据点的某些 所谓专家学者 但是他常常到了拍卖场会看走眼 因为书上写的是这么回事 可是实际上 书上形容你鉴定 某种艺术品的一种方法 跟实际上的东西 这个所谓实物跟理论 是两码事 所以只有两种方法 一个 请跑 看展览 去美术馆 博览会 拍卖会 不断地看 看多了 眼力 自然 对不对 你的鉴赏力是这么培养的 对 第二当然了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还有 就是从实物中 那什么 就是买卖 真的 从交易中 其实这是最宝贵的经验 人只有当你花 当你真的从荷包里掏出钱的那个刹那 在拍卖场举手要付款的时候 你一定会认真对待自己 对不对 这时候你才会勇气 我觉得只有这两种途径 是培养自己鉴赏力 当然这个时代 那你说我找一个好的经纪人 好的顾问 好的画廊 这是有必要 可以减少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自己 自己还是要用心 对不对 自己要实践中 去得到一种感 这也是玩艺术 比较有意思的 嗯 刚刚董事长讲到就是 上拍卖场举牌的那个当下 我好好奇就是当年董事长 第一次上拍场举牌的时候 自己的心境是怎么样 我必须跟你承认 我们有时候常常看人家 不管电视上 对 看人家哎呦这个拍卖场举牌 好有意思哦 是我想你自己如果亲身坐在那边 你会发觉是两次哦 你的心一定是蹦蹦跳 那个心跳是加速的 对 比如说你常常比如说手中 比如说他的估价 比如说五十万到六十万 那你心中可能预定我八十万 比如说你某种 你会有两种现象 你别看那么简单 第一次下场的人啊 对 一个你可能紧张到啊 手在发抖不甘 好 最后一下子 就蹦蹦蹦跳过去了 可能六十万人在落锤了 你还没有 忘记了 你没有忘了或者不敢 或者因为拍卖官很会制造那个气氛 有时候可能某种程度啊 你被那个现场的震慑住以后啊 对 忘了举牌 或者或者漏掉了 还有一种可能呢 你被现场那个激愤本来八十万 可能举到一百万去 比如说超过了这个预算 对 这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别小看一个在拍卖场的感觉 所以在拍卖场啊 很多真正的大厂家 老板们啊 其实他是 尤其在欧美 你不会看到真正的 亲自做台拍卖场 他们不敢 对 他不愿意给舞蹈 不愿意 某种程度 他不愿意被现场 那拍卖官有 这个厉害的拍卖官啊 高明的 他是很会受伤这个气氛的 让你在那个当下就觉得苏仁不苏贞 对 所以真正的收藏家 就避免在那种情绪 被情绪给 所以他会用电话 或者他委托专业的人 或者他可能就是下一个标单 有 就有 就这种 这种都是有道理的 这是拍卖场很有趣的事情 当时候是自己去举牌了吗 第一次的时候 当然我早期也跟着蔡老板 然后到拍卖场 也是慢慢这样子 当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工作的关系 西部公司 是 或者不管我们公司自己要 要这个进货 对 或者很多的客户啊 所以这几年我想在拍卖场 我已经是沙场了 我现在在拍卖场啊 大概眼睛一看啊 我最喜欢坐在最后一排 嗯嗯嗯 我去看看现场情况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件东西 对 会拍出去 不会拍出去 真的有人举 没有人举 大概在什么价位上 可以拿下 或者动不动啊 这其实就是我就是用现场实际的经验 嗯 跟这个子弹哦 嗯 一毛钱一块钱这样去买卖的经验 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专业的经验 嗯哼 所以从事二十多年来的这个艺术经济的工作 这个工作对你而言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我想应该这么说啊 嗯哼 嗯哼 两个角度啊 嗯哼 第一个就是说 你想任何的行业啊 嗯哼 如果你把它就当作是一个工作吧 一个职业啊 嗯哼 那么 大家都为了一个一个 一个薪水 对对 嗯哼 以外啊 有哪一个工作可以让你让 我常常讲去云游四海 到全世界各个他们公司 去看这么多美的东西 嗯哼 虽然当然买卖 它也是一种 就像也是一个生意嘛 嗯哼 这个赚钱赔钱之间也有压力嘛 业绩这个男人 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子啊 对 但是这个行业你想 可以走遍全世界 嗯哼 可以去看这么多美的东西 嗯哼 这个是一种不同的 除了物质跟工作的一种感觉以外 嗯哼 在这种精神上 嗯哼 而且有说 可以交到很多好的收藏 交到好朋友啊 吃点好吃的美食 就觉得 他的这个我觉得 附带价值 在一个职业来讲 我认为 是很迷人 也是很不很热爱 嗯哼 第二个呢 我常常跟大家讲 任何一种工作 它都有退休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这个工作请注意 只要你把身体保养好 哦哼 尤其把这双眼睛要保护好 嗯哼 是没有退休的 嗯哼 越老越之前 跟艺术品一样 因为你的经验比人家越丰富嘛 我看这件东西的真假 它的价位啊 依据我过去的经验的判断 嗯哼 所以做我们这一行 没有退休到 越老越之前 这是这两个大概是最迷人的 哦 刚刚董事长有讲到 其实在这一行哦 是不分年纪 而且越老越是金的这个观念哦 一路走来呢 有没有一句话 或是呃一个座右铭 让你一直在这一条路上 呃非常呃积极的发展 好 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心得啊 为之用八个字啊 一方面勉励我自己也常常跟我的团队同仁啊 嗯哼 也告诉他们啊 嗯哼 一个叫做专业诚信啊 这个行业在学术上在专 你卖的就是专业领域的东西 是 你凭什么赚人家 不管是个佣金或差价啊 嗯哼 你卖艺术品 你就是拥有很多一个专业啊 嗯哼 第二个是诚信 我们这个行业里 信用诚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 你你做了一次多 比如说你 你卖了一个 你卖了一个假的花 嗯哼 做一件没有信用 你整个在这个行业里啊 是无法生存的 嗯对不对 因为大家有很多种 比如拍卖公司也是啊 对不对 所以专业诚信是一个基本的 工作太多了 是 第二个是 与时俱进 是我这几年 一路看了尤其上当代艺术 这个市场的发展啊 对 现在随着这整个整体的环境啊 我觉得现在变化太大了 嗯哼 你像拍卖公司大陆不断的兴起 这个市场的这个变化 新的收藏家 结构的改变啊 嗯哼 像当代艺术 他从加上绘画 现在慢慢发展 从雕塑 摄影 现在多媒体啊 很多的媒材啊 你 我常讲这个行业你别看 你要脱离了 嗯哼 你说我这半年啊 脱离了这个 这一季的摊卖我没有看 嗯哼 你脱离一段市场啊 嗯哼 你整个没有办法 它的脉动不断的在变化 嗯哼 所以不断让自己与时俱进 嗯哼 去有新的观念 等多市场的变化 嗯哼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哼 过去传统我们很多经营方法 那一套 嗯哼 已经是 退步啦 不流行啦 嗯哼 所以这两个 只有专业成型 嗯哼 就是聚集的 这是我自己觉得是在这个行业里 可能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嗯哼 我想董事长刚刚讲的这句话哦 也是最主要是影响到 呃现在韩社艺术空间的发展 呃未来将成为是 呃无空无店面的这个 呃饭店的这个经营方式 那我们也相当期待就是 呃未来韩社的 在这个产业上的贡献跟表现 好谢谢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董事长 谢谢 其中人物面对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